北部越到晚間 越有明顯的風雨 這是中正區 大家出門在外的畫面 也有人開傘 傘直接爆掉 也有女生長髮被風吹衝天 今天影像是否能說服 多數人放颱風架游底 如今在政壇掀起論戰 原來綠營猛逼 藍營私在挽救罷樑 國民黨反槍 綠營天災來臨 卻狂噴政治口水 偷跑搶先的 率先來宣布放颱風架 那這樣的作為 是不是就有點是政治的動機呢 一到颱風天拼命扯政治 拼命噴口水 我覺得這對我們中華民國來講 一點都不好 事實上基北野桃四市首長 10月1號晚間的決策過程 引發外界關注 就往例來看 過去基北野桃如果拍板 晚間8點宣布放假與否 7點氣象團隊最後一爆時 事件事就會有定案 但據了解基北野桃 7點半之後人在討論 是否該放颱風架 為什麼 昨天我們掌握的氣象預測 在今天傍晚左右 以及下午開始就會風雨勢增打 原來關鍵就在當時 氣象團隊預估 颱風在傍晚對北部衝擊大 將近135萬人的通勤人口 有任何損失 誰能承擔器 沒有同步會造成 比方在基隆或新北的孩子 他停課 但是家長必須要到台北工作 這樣子造成生活上面 極大的困擾 颱風來臨 地方首長該不該放颱風架 放與不放都是兩難 不過還不用等到颱風登陸台灣 名為政治的颱風 已經侵襲北台灣 東位先生楊俊棠 陳昌宇 劉驕傲 在台北採訪不到